过年好 全澳各地正在如火如荼地举办农历兔年庆祝活动 那么兔年意味着什么 对于属兔的人来说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如果你出生在这些年份 恭喜你 今年是你的本命年 属兔的你善良而有礼貌 和你一样属兔的名人还有 刚刚赢得世界杯的他 加勒比海盗 知名求星 功夫大师们 英国的君主 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 当然 还有寒流明星 还不错是吧 但不是每个人都满意 十二生肖最初只是一种纪年的方式 从古代汉族人对动物图腾的崇拜演变而来 但现在 生肖已成为中国和亚洲文化的独特象征 也是世界各地庆祝中国新年时的一个有趣话题 据说不同生肖的人性格也不同 人们认为属虎的人勇敢而自信 然而和老虎们相比 属兔的人虽然安静温柔 但却不够果断 所以他们经常会错失一些好机会 农历新年不仅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韩国 越南 泰国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人们也都会庆祝 但在越南 今年却不是兔年 虽然越南的十二生肖与中国基本一样 但第四个生肖却不同 越南生肖是一只猫 而不是兔子 人们相信出生在猫年的人 聪明 有野心 幸运且自信 在中国 过年时到处都会充满红色 人们会穿上新衣服 在家里摆上红色饰物 比如中国的对联 灯笼和鲜花 祈愿新的一年好运长伴 裁员广进 孩子们会向长辈拜年 同时从他们那里拿到压岁钱 这绝对是一天中最棒的环节 团圆饭是中国除夕夜的重头戏 这是合家团圆的时刻 就像西方国家庆祝圣诞节一样 人们享用丰盛的晚餐 彻夜守岁 其实你也是睡不着的 因为人们会放一晚上烟花和鞭炮 让你很难进入梦乡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当然也是为了驱散厄运 美食一直都是中国新年的亮点 中国北方的人们会吃饺子 南方的人们会吃年糕 许多人在这天晚上也会吃鱼 这象征着一年到头的好运气 为什么呢 因为鱼有着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 所以这意味着来年能过上富足的生活 我知道你可能要问了 幸运饼干在哪里 其实在中国 人们过年时是不怎么吃幸运饼干的 因为它并不是中国人传统的新年食品 虽然这也有些争议 但它却非常受欢迎 毕竟谁不喜欢掰开一块酥脆的饼干 读读里面小纸条上的新年运势呢 中国新年的意义就在于和家人朋友共度欢乐时光 所以让我们掰开幸运饼干 看看新年的运气如何吧 在拜年的时候 有两句常用语 当然你可以说过年好 但如果你想说的更具体一些 也可以说恭喜发财 这句话的意思是 其实中国文化里有一个财神 想让他保佑一下你的财运吗 最后属兔的人可能会觉得新的一年要交好运了 但这可大错特错了 在中国文化中 本命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一年 人们认为你在这一年会犯太岁 遇到挑战和失败 如果想避免这些 就要一整年都穿戴有红色的衣物 这点很重要 没错 红袜子 红腰带 甚至红色内衣 这些习俗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但如果你感觉有点不走运或不顺 记住 这不是你的错 都是兔子惹的祸 通常情况下 中国新年的庆祝活动会持续两周 在元宵节结束 也就是农历正月十五 所以慢慢享受这个节日吧 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 过去的虎年非常忙碌 现在终于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候 是时候迎接新年带来的新机遇和新起点了 祝愿大家有一个幸运 健康和收获多多的兔年或猫年